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虚堂的据点在哪儿 青龙究竟被帝郎带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天虚堂的妖族 我要真为天虚堂办事 又何须拆穿夫人骨虫之事 我和她一起多做福玉道灵时 岂不更好 道主 你仔细想想 种种巧合都只想与我 却处处地说不通 我为何不直接骗句 玄机受伤的天机珠 又何必要攻入天虚堂分坛 就会玲珑来暴露自己 你们天虚堂向来心极深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为了夺取四把灵石 而设下的连环套 我相信过欧阳 也相信过轻荣 可如今才知 轻轻他人就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 非岛主之命 旁人不准入内 楚姑娘 你还是请回吧 我 我有急事找我爹爹 你让我进去 别闹了 你想硬闯不成 你再这样任性 只会让师父难做的 跟我回去 死凤是被冤枉的 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些 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老实交代 天虚堂下一个目标 可是点睛鼓 你们是如何谋划的 天虚堂的据点何在 是否还有安插在别派的安琪 于四凤 倘若 你真的是无辜 那就将你的灵兽放出来 也是 对我们有个交代 小胆 当初你们五大牌 各自尊大 坏藏私心 不把天虚堂当回事 至今连连出事 灵石被夺 只不过 你们是想 给各大邪门一个交代而已 你们想找一个人来背锅 那这个锅 我是不可能和我的灵兽去背 而这苦行 我就当自己消瘦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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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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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